好了,今集來分享一點點心得 如果你有興趣想收集獎杯的話 這裡其中一個挑戰模式 是打了,都是大佬,只是打大佬 這個模式可以獲得兩隻獎杯 你打贏了有一個銀獎杯 然後如果你二十分鐘之內 打贏這個模式就有一個金獎杯 如果你是老玩家 你有玩過元祖洛克人的玩家 應該這個模式對你沒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剛剛接觸這款遊戲 可能這個模式的難度就比較大 因為其實我看在排名那裡 暫時整個,因為我是玩PF4版的 現在暫時整個PF4版的平台上 這個模式只有三十幾個玩家做到 只有三三個 只有三三個玩家做到 然後早幾天都只有二十幾個做到 但是它排名就不止三十幾 其實它排名是,譬如我們看其他這些 可以看到其實它排名是顯示頭一百名 對,這裡反正我已經贏到 不妨分享一些心得 給一些未做到的玩家 對,開始之前呢 需要搞一些東西 需要出去 因為它打大佬那裡 那些大佬是順著下的 是先打了一號先 然後2,3,4,5,6,7,8 這樣打下去 所以這裡可以看看偷雞 因為那些武器其實可以自己換順序 那些特武 你可以把,譬如打第一個大佬 你就換直升機那個 打第二個墨堤二號兵那個 你就換火的 接著打電蛇你就換把劍 接著是那個 地那個就換軍事基地的摘彈 就是把黑的武器這樣順著下 那不用打大佬那時候 再慢慢找一些特武 再慢慢找來找去 那這裡是 可以偷雞少少 省一點時間 一個小小的技巧 譬如第一場打一號 你就不用換了 你可以直接變出來 接著就打它了 接著第二場打二號 你換一下 就可以找到火屬性 接著就直接去打它 省了不少時間 接著還有這裡可以用快捷鍵 它有個 1,2,3 這裡有說 這個是有三個掣可以快速切換 一是圓犬 接著L3和R3 波棍都有 那這個也是我的一些個人習慣 我劍是Z1 接著軍事基地那個是3 接著兵就是2 你都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這裡 看你自己習慣 這個就 對了 設定好之後就可以正式開始了 好了 一來就先打了城市那個線 這裡我換個兵武器出來 它怕兵 基本上你不是手殘都打贏了 就是這樣找兵試它 那就搞定了 基本上可以在它 展開攻擊之前就秒到它 這隻 沒什麼太大難度 練習多幾次你就可以加快節奏 接著火啊 接著射三顆彈給它 用直升機那個 接著這裡有個小技巧 一用完直升機 立即換回普通彈來射它 接著可以有兩種彈的傷害 同時打進去那裡 看到嗎 一丟就立即換回 接著不停射 接著可以在它攻擊之前射到它 可以吸收那個狀態 可以嗎 可以嗎 這樣就完成了 又可以打到它攻擊不到 好了 到個兵了 先射幾砲 接著再換火 有個炸 再射幾砲 再射幾砲 偷幾砲 這段時間就要尿它了 再射幾砲 換個火 炸一下 炸多東西 再炸一下 再炸 搞定 只要你一直黏在它 下面那個 炮那裡的話 有個死點位 那它就打你不了 好了 電姐姐 這個呢 比較考驗運氣 幸好可以快很多 這次幸好 即是它會有兩種狀態 一開始 它可能會這樣上下搖擺 這樣其實就最好 最容易斬它 但如果它用另一種 是 圍著牆的邊緣 在兜圈 這樣就不要打 所以是真的太好 這個比較 它還是上下搖擺 直接斬死就可以了 上下搖擺最好斬 還有它中間發怒 那時候會有一大堆 放電的東西 你用草起劍直接轉爛它就可以了 追求速攻 接著這個換軍事機地的炸彈 自己炸它 大約炸三東西就可以撞一撞它 就可以吸收一次 先走開 開始多傷了 撞它 的話 這裡失誤了一下 law 沖不下 如果衝快一點去到他的位置就安全了,不怕被傷窄到 不要緊 一下還可以,影響不大 這個呢,他一開始會先跳一跳 你可以在他跳的時候直接衝過去對面,然後換個兵場打他 因為怕兵 大約打三次,他就會發怒 這一下要注意,要小心一點 因為他這次中了是即死,趁他打完之後不斷用兵費,他就OK了 又是追求速攻 在他攻擊之前就打到他頂著,然後就吸收他,完成了 其實個人建議就是,你一開始不用跟著我的節奏 你一開始不用跟著我的速度 你慢慢練習 摸縮他的攻擊 看清楚他的空隙,然後你的反應跟著 然後你再慢慢提升節奏 我也是練習了很久 直接散砲,然後撞一撞 他是怕這個浪費把 即是怕8號那把東西 這裡可以射一炮,馬上用劍出來斬開他的子彈 射多一炮 直接射那個東西,然後撞一撞 他的飛彈多數一開始 你站中間是安全的 然後炸完中間他就會炸左右兩邊 飛彈的規律 好了,發拉了 這個不難避,跳高衝一下,然後衝跳一下 這裡再衝跳一下,這樣就避到了 而且又要注意他撞過來那一下,又是即死 直接秒殺 射一槍,射一槍 哎呀! 本來這裡應該是可以 可以再快一點,剛才撞不到 又是失誤了 弄得讓他剩下一點血 正常他這裡應該已經死了 剛才就是撞不到他,弄得 血扣少了 嗯,這裡慢了,本來這裡可以再快一點 然後應該是阿七號 這個又是比較麻煩 這個我都不是很摸得清楚他 他是要用這個地那個 不斷撞他,可以撞到那把劍 但是有時候,我試過是打一整場 可以一滴血都不夠 但是又試過被他 被他撞了半條血去 這個就真是... 噢,特別了 不要緊,繞個圈就可以了 繞個圈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始終是要近身撞他 所以有時候都是很容易會 被他撞到 像這樣一樣 一撞完 一撞完,你退後那一瞬間 如果他衝過來撞你 然後你就會被他撞到扣血了 嗯... 這個變數很大 不,總之就是多練習 這個用電 電的話可以撞到他的光學迷彩失效 然後可以看著他怎樣走 然後大約撞兩下就可以撞一撞 吸收一下 個人建議一開始 就站在那塊... 即是下面那兩塊東西 就他現在摸著出面那塊東西 站在那裡,然後等他出來 然後你用電打他那時候就可以看著那條路 出擊了 這裡其實你慢慢走就可以了 繞個圈就可以了 就是現在這個位置 我剛才說 站在這裡是比較好的 因為你站在其他位置 有可能他出現的時候 會... 例如你站在右上角 可能他剛好就在右上角出來 然後他就會撞到你 然後就會扣你 其他位置都不安全 在那兩個掩護位置是最安全 而且最方便 他出在... 例如他出上面的掩護位 你可以直接跳上去 爬上去打他 他出在其他位置 你又可以即時走過去打他 打一隻狗 這個也是最浪費時間的 大哥 超浪費時間 又是看你好不好 先打爆了他 好像是5炮 打5炮就爆了 又是盡量速攻 然後他就會... 用這招 躲在這裡就可以了 趴在這裡 然後他就會叫那些東西出來 這裡有一個技巧 就是你走近一點 就可以直接... 不用等那個東西 扔下來 他一撞到那隻狗 就會直接爆 然後那個東西就會掉下來 對 然後他會跳一下 然後又打爆他 然後他又會跳一跳 基本上他的攻擊模式 他的攻擊模式比較固定 其實就不難搞 又失誤了 對 對 對 其實如果幸運的話 他每次出炸彈 大哥可以很快就殺死他 如果不幸運的話 他不斷丟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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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直接爆 然後他就直接掉下去 炸彈 他就跳過來了 然後又開炮 然後又趴在那裡 然後他又叫東西出來 基本上就是不停重複這幾個攻擊模式 閃開 這裡有等了 都可以炸彈 非常好 差一點點血嗎? 他這個血量,無論出炸彈也好,他都死了 就算出鏡頭也好 走的時機可能要練習一下,趁他一跌下來,踩到他 然後那個東西一爆,要立即閃走 否則會很容易被貨擠到你的頭 他怕冰,這裡可以換冰出來,射兩炮 因為要留一些能量打在後面的主核心 然後用普通子彈射就可以了 這裡換個直升機,然後飛上去 然後在下面暗下衝閃過去 然後這裡,立即衝過去換個冰 這裡其實是我心急,剛才說心急想早點衝過去,撞他 所以被他打了一下 你看看,如果用冰武器可以直接撞到他大半血 然後被發生氣,飛飛打 一開始黏著左邊的牆壁就沒事了 然後原本是要黏右邊的,但這裡可以用直升機 可以用直升機來擋 這裡可以先放一陣,然後再用直升機來擋 因為如果一開始就用直升機去擋 可能會不夠能源用 所以一開始先放一避 反正冰彈都已經鎖定無幾,那就用完他了 用完他來打這隻東西 這隻東西要最好一回內搞定 即是在他一輪攻擊之內 要先放一避 撞不及撞到他 撞不及撞到他 強行突破 先說回剛才 如果你一回內攻擊之外 你打不死他的話 他可能會把整部車撞到你 到時候你會沒一避 你一定要這樣吃他一下 最後一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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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用軍事基地的炸彈 然後再用一用補血 他這個噴的資料過來 其實是有幾個模式 其實是固定的 他噴出來的順序 只不過是每次噴的模式不同 是有機會的 其實只要你記熟他每一種模式 你都可以避到的 例如這個 這個另一個模式 然後會噴兩隻 要你中間穿過 然後又會噴兩隻 又可以中間穿過 是最後一個難搞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你不能走不穿 亦都不能跳高臂 你一定要在中間穿過他那個高度 個人覺得剛才那種模式 即是剛才那種模式 是最難搞的 可以炸他 自己撞什麼 哎呀 又有15個 可能我集中力開始下降 打了十幾分鐘 用完前面的BOSS 差不多了 打完這波 完成了 完成了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現在還有一個補血症 其實最好就是前面的大佬不要扣血 留下兩個補血來打最後大佬 因為某些情況要 真的需要用到補血 因為你現在是充時間 你不是充無損 總之時間就是一齊 你要打得快 某些情況要扣血 怎麼都可以 直接炸他上面的三個 然後就可以 一波就直接走 就是這裡 用炸彈在上面這樣炸 先打下面的那塊 然後再在上面炸 這樣就安全了 還有這裡也是 撞他 很麻煩 要撞他 很難不扣血 不是說不行 很難 因為他剛才噴東西那裡 好了發生了 所以就說要留一些補血 在這裡用 就是這個原因 這樣跳下去 然後這裡也是 看盡時機跳下去 再跳下去 在這裡穿過 這樣就沒事了 好 又來了 射一炮 然後引爆 引爆 差不多了 應該可以 對 應該可以在這裡秒他 直接炸爛 那兩個東西 炸完 給他 血滿血 撞完 快點了 贏了 好 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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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爆 好 完成 撞過去 應該快了不少 比我之前的時間 700多秒 十二分四十五秒 十二分四十五秒 這個紀錄應該上頭十名 哈哈 嗯 總之 就多點練習 你練多點 你就可以看清楚 大腦的時機 然後 等你的反應跟到 再慢慢提升節奏 沒有太大問題 剛才的打法 你可以參考一下 今集就是這樣 下次見 See you